初秋时节咱要想把妹撩上场下短搭配搞一搞 远远看过去的感觉就好像没有口袋一样 冲锋衣就非得买鸟吗 大体小作之秋季上衣篇来咯 大家好我是欧布大猴之一 你们可以叫我猴子 这期大体小作帮屏幕前的佳人和眼粉们 把秋季谁穿谁穿的上衣直接拿捏到位 150元的阔型卫衣 180元的工装夹克 200元的防水风衣 400块的平街冲锋衣 身价比直呼起飞啊 9月的秋季上衣篇说稿咱就稿 令人眼花亮亮的超评价 上衣任君随心挑 再来几件简约技术款的讲一讲 毕竟是件衣服买回家 百搭至极便是王道 IDLT的这件拉链卫衣帽衫 基本上是每一个喜欢运动的阳光呢 还必备的一个技术款单品了吧 宽松的扩形配合插肩袖的设计 运动起来方方便便 袖口和下摆也都有罗文的拼接 还蛮便宜我们运动的 面料嘛就是常规的纯棉毛圈布面料 整件卫衣陈衣学习后 不光手感柔和的不少 也减轻了一定缩水的风险 就算里头呢只套一些短梯 实穿起来也还算轻肤舒适 看看看看 猴子我这拉链一拉滑板一踩 帅的飞起啊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拉链帽衫 那瞅一瞅 Wywolf这件纯色款的连帽卫衣就完事了 480克的全棉针织面料实际上升啊 真的是蛮挺扩有形的 当今色这一cdboy必备基础款的颜色 拖到这无比基础的oversize的扩型上 俩字百搭 最重要的是 这件卫衣还把我外出活动起来 贼不方便的这个抽身啊 给直接去掉了 对于我这种继帽绳 怎么都继不好看的傻狗来说 俩字感谢 这套穿搭也是非常精简的一套 cdboy上长下短的造型案例吧 大家其实用车戴好头盔啊 保护好自己就保护好你的家人 帅帅气气的蜿蜒小帽 配合咱们的cdboy必备的白色高领打底 一件oversize版型的扩型卫衣 还得是纯色的 依旧也得宽松起来的短款卫裤 粗衬长吧 再配上一双牛百轮上长下短的 运动风卫衣套装 轻轻松松的惬意感 咱日期上演的秋天 可不能没有一件纯色衬衫吧 波护的这件纯黑色扩型衬衫 面料配比是64%的巨子纤维加32%的沾纤 再加上4%的鞍纹 但有一丝丝分割设计的风格 俩字简约 再多4个字简约 但不简单 波护的这件垂感衬衫 看似是非常的简约 普普通通一一般般 但绝对已经算是猴子我今年收到的衬衫里面的topsway了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拉链设定我特别的喜欢 两边的侧插带是隐藏式的拉链设定 这真的是储物加傲道型直接两不误的 同时它的这边也有两个隐形的贴带 可以放一些我们的手机或者耳机进去 而且主要是这种大量的运用隐藏式口袋的话 会使得整件衣服不会有啥太多多油的元素 很显高级感 简约技术款的到位了 再来一点更为适合我们初秋雨季所用的上衣外套吧 两件恩公阿密的防水风衣 一件波护的冲锋衣 头自我秋季小雨天初季一般是不打喜欢带雨伞的 所以这种带帽子的防水风衣 就非常有必要背个几件了 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件蝙蝠袖的褶皱样式的吧 这件外套的设计品感一看就是来自于很经典的 9年代的运动甲克 无论是它整体的版型 还有它下摆的抽绳 这两边的口袋看起来比较像这种隐藏式的口袋设定 因为它这个口袋的位置是刚好和它拼接的缝线位置重合了 远远看过去的感觉就好像没有口袋一样 并且这种下摆还有袖口的抽绳 也是这两年无论是啥urban outdoor 或者啥巴拉巴拉风格的 这把都喜欢玩的这种元素 整体上身还是非常的帅气的 像现在9月份这种少几天 我觉得这两年都喜欢玩的这种元素 我觉得就特别适合搭一件防水的外套出门 来个上长下短的轻松惬意感 满满的复古运动风 帅帅气气 当然了双拉链的风衣也同样是帅气逼人了 这一件风衣夹克帅不帅 采用了这种City Boy 没人见人爱的双拉链设计 然后也这种防风效果肯定很不错的 混纺元素的风衣面料 而且猴子我个人是感觉 平常在网上买到那种风衣面料的外套 它可能会有点软了它的感觉对吧 但这件外套的版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overside的剪裁 还是啪啦啪啦差点音的 整体上升效果还是蛮帅蛮不错的 配合双拉链以及多口袋的设定我爱了 不光滑板滑起来穿的帅 滴滴掉掉的摆搭感 冷冷酷酷的街头发 从来没在大体小多给大家讲过冲锋衣 主要还是没有找到价位和质量都很在新的款 直到波护这件钻石撞色冲锋衣的出现 俩字帅爆 说是以钻石切割为灵感 家人和野粉们看一看这张示意图 应该就明亮的是啥意思的 三色碰撞起来的视觉冲锋效果还是很炸的 不过应该是这个颜色调的还算OK吧 实际上升后呢 猴子尾觉得并没有写的过于的花里胡哨 整天冲锋衣呢也是户外感的细节满满啊 日常城市通勤绝对是够高的了 昨天晚上佳哥一直在拿我的手机 看这种复古款的宝一来 有各种各样的联名的 哇五颜右色的蛮好看的 估计是他很喜欢很想要吧 可能是因为之前看到我自己给自己买了一台 宝一来NOW PLUS 然后这几天帮我拍的这种大一点箱子的 直到去拍的估计是也中草 所以我决定给他偷偷买一台 拿个小金色哇有这么贵吗 我留性压力高一点 前面几套呢帅是帅 但是家人和盐粉们有没有觉得 更多的是在吸引咱们童性的目光啊 自己的邻家小妹和学校女神 是不是也不咋care你的urban outdoor和cdboy搭配啊 宝一来的礼物给咱家哥选好了 你再来几件帅气的上衣搭一搭 在你们家哥面前帅一下 阔型的西装夹克算是炒狗们想跟妹妹约会时的首选单品吗 这件西装外套由牛仔质感的鞋纹面料制作而成 虽然猴子我蛮瘦的 但实际上身后还是蛮挺破有形的嘛 同时这件西装外套是去除了传统西装的袖扣与收腰的设定 那会使得外套的扩形线条更为自然立体 这种设计还蛮讨巧的话 一改西装过往显老气的磁牌印象 像猴子我就直接搭了件速踢穿上身都没啥问题啊 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长青藤学院风的味道的 除了西装夹克 VIVOS的这件翻领外套也还不错 有点小复古也有点小工装 实际上身后的扩形呢也还算ok 这件外套相比合作之前买过的CART的密西根夹克来说 面料会显得更为单薄一点 少了点工作服的感觉 但是呢VIVOS的这个厚度啊 确实更为适合咱们秋季外出 只为凹个造型穿出去的哈 而且CART WFP这件密西根要1000多 这件VIVOS的189就能拿到手 雅字搞他啊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还穿不上夹克外套也别着急 猴子我这个小聪明 还给你准备了两款舒适且帅气的长踢 NST Not-Stop这件长踢采用了带有坑纹的针织面料 手感摸起来柔软舒适的红石 实际上身后坑纹的机体又使得这件长踢的质感更为夺目 版型拿捏的也蛮到位的哈 配合这个精致的小领口也不用担心穿久的会出现拉也拉话的情况 你看看这杂针不直接外穿打底两不握 秋冬时间让你的造型更丰富 而NST Not-Stop的这件重磅长踢是选用了珠地空气层面料 这种面料的特点就是富有微微的弹性 同时实际上身肉相比普通材质的T恤会更加的透气 吸湿耐热 领口和袖口也都使用了紧密的螺纹 放在洗衣机里洗起来也不怕变形了 整件T的小设计嘛 肯定就是胸前由两种面料拼件而成的双口袋了 该说不说 这个口袋的设计还能起到点丰富视觉效果的作用 背后是有一个延续他们家本季主题的碎片魔方的概念印花 只念T恤嘛 简简单单 懒人帅哥们想都不用想了 抽就完事了 今天是趁着周末跟你们佳哥一起自驾游开车出去玩一玩 佳哥是我们欧布斯公司的老司机了 然后随便搭了一身黑白配 帽子就随便拿了一顶上海长板件 长板空间的周边帽 然后卫衣也是随便套了一件 coda black的接近了赛车服元素的套头卫衣 裤子 moji的这一条绑坡水短裤 stance的条红袜和converse的one star 摔实在气息 简简单单的黑白配 这件卫衣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吧 上面的印花和袖子上三条杠的条红 整体都是复古感满满 确实是有不少赛车服的感觉 而且这些卫衣的面料客中也都蛮在线的 实际上这也是很oversize的版型 在秋季外出之时 有一些家人和颜本可能觉得素色的卫衣 或者纯色系的长袖套在身上 不是很好看或者不够亮眼夺墨 那coda black出的这件赛车服 可以很完美的解决这一穿搭上的问题 跟随哈佛酷狗点击视频下方的活动标签 当下年轻人需要什么样的车 秀出你的潮库用车态度吧 老奖你把这拉起来啊 要不然怎么cdboy啊 底下底下 对对对 哎呀可以露出里头的内衬啊 露出里头的条纹内衬 这么帅啊 老奖觉得这身cosplay猴十一cosplay的帅不 感觉还是蛮帅的吧 为啥呢 首先一个上长下短的一个搭配 再加上一个同色系的一个呼应 鞋子广裤调纹梯 哎呀 这个白色和袜子也能呼应上 哦呦哦呦都是细节都是小呼应